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 Hello, 大家好 首先希望大家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也有朋友问我们的会员计划怎样可以加入 他想做新手党 我们也将我们80元会员计划的那条连续 就放在Caption和Comments那里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欢迎问我们问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人生规划 或者各方面的问题你想问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会员 跟着疯狂留言也可以, 问问题也可以 我们会每个礼拜开一个专门的读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欢迎大家去给钱支持一下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个Pay Me Code 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也都放在Caption和Comments那里 也都欢迎大家去打赏 而自己也是一个投资经理 最近都是战绩非常飙饼 而且也都见到现在的投资气氛是慢慢回转 无论是港股, 美股仍然是创新高 日股也在赢钱, 而阿延也有日股的Position 除此之外, 虚拟也在不停赢钱 我觉得这一年可能是来近这五年里 叫做相对地容易赚钱的时机 我自己都慢慢加多一些仓位 如果这一年都赚不到钱的话 未来那五年都很大机会会吃穀了 我见大家都不要错过机会 因为这一年可能就真的是这五年里 最好的那一年 如果这一年你都把握不到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大家都欢迎去了解一下 和阿延做一个构心 阿延的联络方法都放在下面的Caption 还有在Comments那里 都有张Google link Google form 希望大家可以和他聊天了解一下 即是怎样可以做好整个未来的投资 或者人生的规划 我自己也有我的Patreon服务 最主要都是做内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最近也有很多黑幕去爆 也可以增长一下大家在投资路上的知识 那我们今天就要说些什么topic 这个佐丹路爆管理权争奪战 周大福速罢免刘国权 佐丹路其实周大福都占了不少股份 其实本身佐丹路就是肥佬礼的公司 就是一家服装的公司 这个刘国权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 就由黎智英的时代一直到今时今日 就是2024年 就是一个都比较在佐丹路里面的老臣子 就是一路公司的决策都是他负责 本身周大福的角色只是股东 他就没有参与到整个决策 基本上整个决策在佐丹路里面 都是这个刘国权的负责 现在就爆发这个管理权的争奪战 准备就会罢免这个刘国权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应该怎么说呢 在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管理的结构 就很喜欢把资产 就拿到一个很重要的百分比 譬如可能你拿到50% 就确保是没有外人搞到你 这个是华资企业经常会有一个 企业持股的corporate governance操作 但是我们去回七八十年代 或者去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你发现英资不是那么相信这一套 英资的股份是极散 所以在那时候就很多股权争夺战 譬如智地又会被华资去追击 然后九龙仓又会被追击 接着汇德峰也会被追击 就是因为当初他们那个控股公司 就持股份持得不够多 比例上不够强 但是华资他们作为 看着这些肥猪肉会追击结构一方 他们都会懂得保护自己的口 不要被人来烧 所以通常他们持股的持股 就会持股得比较多一些 而反过来就像Jordano 或者HSBC这些叫做放飞到自我 完全是由董事局负责 是由高级本理人员负责的公司 然后没有一个one single shareholder 是特别大的股权结构 已经是非常买少见少的 因为每一间公司你都可以说出 一个灵魂人物是谁 Nafidia 你可以说出是黄先生 Tesla 你可以说出是Eon Musk 阿里巴巴 你可以说出是马云 但是他们都属于高级管理层的那个角色 而反过来在香港上面 大部分的企业都喜欢握 而好像Jordano 握得比较松一点 又不是握得多是绝无紧有的 比如我记得以前好像四叔那样 四叔都曾经有段时间是被美丽华公司 是相对地自由放任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 他顶多有一个股东姓庄 可能他是一个第二大股东 大家互相你真我夺 但是去到中间都已经是维持了一个 比较和谓的局面 很少会有股份 就是100%的华视权 就不是旁落在那个大股东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观察 而Jordano 的确自肥佬黎卖了股之后 他已经是属于一个很松散的股权架构 周大福企业就算是其中一个 还要大一点的持份者 但是一直他们都不是很活动参与管理 我觉得真的活动参与管理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在于他们发现 那间公司开始的营运能力下降了 开始要收拾一收拾 第二就是可能他们都觉得 这间公司都是时候 配合他们家族的一个发展难和 那就真的不能再由得他变成一个被动的投资 可能真的要重复多些的主动权去游戏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令我回忆以前一些股票上面的历史 就是以前的公司是 不是那么喜欢拿得那么多股份 后来又变得喜欢拿得多些 后来变得不是那么喜欢拿得那么多 现在又变回又喜欢那种很控制 至少拿到40%-50%的那种状态 所以就令我想起这些气息电 也有点像这个辩证角度 突然之间就正反合 有这样的概念 不是在里面 你见到汇丰的股权也是比较松散 有不同的基金或个人人士去拿 譬如李嘉诚也拿着一小部分的汇丰 这个左单独的情况就相似 这一种其实是比较一种传统的 公司的外国式股票的持有的方法 因为其实你股票的原意 就是一班人夹了一块钱 然后大家按个比例 到最后再有利润可以分成 这个就是本身股票出现的一个形态 后来发展到譬如香港就 正如你说的很多公司就 开始就因为那个资产值 给股价有大幅折扬 而在股权极度分散的状态 这些公司就出现一些被人追击的危机 譬如当年七八十年代 就是很多公司被人追击 而刘联红更加是一个叫股坛追击手 就专门追击一些股权比较松散 而且可能他的家族或者伙伴里面 有些不和的公司的一个这样的玩法 后来又因为太多这些追击的案件出现 就变相那些大股东就倾向 握回所有公司 但今时今日香港的策券公司 多数都是一些大股东 持有绝对股权比例的 可能超过50% 就因为防止了被人追击的状态 反而汇丰、佐丹陆这些 就是一些叫孤例来的 就是少一些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其实这个周大福 其实都是握住20% 你看到这个佐丹陆近十年的表现 其实都叫做不过不失 但就没有很大扩张生意的规模 就是维持着一定的派息 疫情那时候当然表现得不太好 但疫情完之后 都回到一定的位置 这次你看到有些消息 就是说他提名 动议出任新的CEO人选 就是一个Adidas的 亚太区前任的董事总经理 就是一些都是做 销售服装生意的一个人物 刘国权本真正 应该是他的成绩表 如果不是太过受这个周大福 或者其他股东欢迎 所以才有这个切换这个人选的动机 而这种做法是可以轻烈浸广的 例如我现在看一些股票历史 找回袁天凡 袁天凡都是一些出息的Banker 又或者是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然后他和蔡世良 即是一间公司的大股东 都可以有不和的 现在这个Case 如果去到最差的scenario 就真的可以出现 好像袁天凡或者蔡世良之间的 管理人员和股东的争论 但是暂时这一刻都尚算是和谐的 而我就觉得 譬如这种想逼上一任的老臣子退位的方法 其实有时候 站在周大福企业 其实都已经给了信号 就是之前已经说过 要全面收购 你都知道你都要醒水 周大福原来是有心 是想拿回多些控制权 一直之间 我都相信中间是会有不同的信号 是给了刘伯权的 譬如 我也想全购 那你都知道我想拿回大棋 第二就是 真的拿回成绩表出来清理 譬如我记得以前 看一些专栏民族 好像蔡东豪 还是不知那一类 他们很向往 一间公司 那些股权 就不要被一个single party 拿完 就由不同的多元持股的人 去拿完 然后就找个专业的人 去管理那间公司 上一代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作家 或者财经人 挺向往这种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但是 去到最后都要看KBI 不太坏 那得而且 刘伯权这几年 他公司营运的情况是平稳了 没有大增长 但是也没有输大钱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想周大福想换人 都是有一个make sense 的地方 而且已经做了很多 很和善的signal 就是全购已经是一个signal 到最后 我想 怎样都有一些软硬兼施 可能找些人中间去托他问他 你会不会退休 你会不会辞职 到最后可能他坚决说 不会因为高高福你好 到最后 现在就有一个类似逼供的场面 而我相信 他新appoint 或者propose 准备appoint的那些董事局 和CEO 都应该是得到了周大福的首肯 而且甚至是和他们同一伙人 亦都是同一个party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格局的情况之下 刘国权可以打逆转性的机会 是很美的 是差在怎样找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可能就是他自己step down 就离开 之后大家又被捉面子 然后就顺利做回一个管理层的过渡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考艺术 就是完全不是科学来的 純粹是人与人相处之间的艺术 因为他也是一个老神子 然后你要想想 怎样去 那个叫什么 请神容易宿神难 那你现在要拦走他的时候 你要想想想 怎样可以可以 给到一个大家体面一些的 的乐团方式 因为 对了,即是两边都要免 我相信 无论是周企也好 又或者是 就是乐国权也好 都要免的 现在差在有没有一个中间人 可以做好这个桥梁 你见到刘国权在座山路做了三十几年 一定是老臣子了 你见到他其实不想改变现在股东的模式 都是一些基金持住 周大福持住的部分 其他股东持住的部分 因为你见到之前周大福提全购 就是1.88元提全购 刘国权本身是反对的 你见到他不想移动本身的模式 令到变成了某一个单一的股东独大 当然这个大家途中就有机会周大福 所以当日他才会选择去到反对这件事 基本上我想这个题目都大致上 可以和大家轻轻 cover一下 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很有公共性的话题 如果你要讲一些花生东西的话 我们一起去讲李隆基 但是李隆基未必跟经济相关 虽然溝女或者外职经济学 都可以是一个经济的话题 可能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再讲多些 因为例如李隆基这种 给年轻人欺骗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角度可以去谈讨 我们放心一定会讲到其他更加有趣的角度 看看大家是否想听 如果大家想听这些叫做爱情经济学 或者是能老入花虫的经济学 我想我们到时再开一集和大家讲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题目 我们可以讲一讲 内地下月6日起开放西安和青岛民众赴港澳自由行 很多人就憧憬说有机会刺激香港的旅游业 你怎样看这个操作 我觉得大部份的内地旅客都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消费模式 就是穷有为主 他不会说好像去以前就是送买包包 送买一些名牌 或者买金跳买药 都已经是不服在的 有多少个原因 譬如你买包包都要有基本的消费力 香港有吸引的地方 因为香港低税率免税 所以你来香港买包包 的确是会赚到某一些税务上的优势 但是都要看自己的荷包 内地的经济也未必特别好 所以买包的吸引力也下降了 反过来看一些民生上的需求 可能买奶粉、买药等等 但是现在中港的e-commerce的贸易都非常发达 所以你也未必需要来香港这个城市 都已经买到港货 反过来港商就更加愿意向内地供货 这个部分也不需要透过旅客去做得到 你剩下的就是只剩下一些服务和体验 而你见到少不少他们体验的那种旅游性质 都是打卡为主 不是一种高消费来的 可能他们会去行山 又或者可能去找一些旧的街道去打卡 又或者去一些旧的建筑物 有正能地色彩的建筑物去打卡 但是这些这样的打卡是会直接直接创造到经济收益 就是距离搭打卡的时候可能搭乘车 那乘车就是经济收益 不是你以前想到那么多钱 所以我觉得你开放多少个城市都好 其实当然是会有任何的 一定会有约干的经济效益 正如我不记得了哪个立法会议员都说了 吃碗糊吞面也有经济效益 是,他吃碗糊吞面也有经济效益 但是我吃碗糊吞面也有经济效益 但是我期望你来吃碗糊吞面 你要再消费多些 如果你抱有一个高消费的期望 去看待这班旅客的话 就有机会是期望错倍 我也不觉得他们会想来香港消费这么多 有很多实际的经济因素 都未必那么容许他们这样做 譬如汇价上面的差距 这些很赤裸很明显的 就是你香港消费比你大陆几成的时候 你有什么都情愿在大陆那里消费呢? 正如我现在都减少了香港消费 就是我一有余钱 我都情愿去泰国、日本那里再消费多些 但是现在我自己都自己收拾的时候 我都没办法期待那个旅客可以花多少钱 我想他都是窮有为主的 这个就是我的观察和推论 总结来说就是旺丁不旺财 人数有机会是多了 但是你的人均消费就一定是少了 那个前置当然是汇价是港元贵一点 而且现在大陆是经济不敬的 你都很难预计那些旅客来到香港会大手大脚 好像以前一样 买回一些LV、Cucci的情况 这个是第一日的 还有你的basin图座 即是你找03年开放自由行 是有力加上去的 即是现在有几十个城市 已经开放了自由行 今次西安称到是一些 都比较二三线的城市 即是没有那么多钱的 所以你预计的比例是一定没有那么强 没有记错 好像本身已经有个叫L签的物体 即是L签就是给一些 没有在自由行名单里面的城市 可以透过一些旅行社申请这个L签 然后可以拿着这个L签 直接在深圳过关来香港 这个我真的懂 本身其实它都有一个通道 是来到香港做消费 而今次开放这两个城市 你说有没有用 那一定是方便了 但是你说那个 作用是不是这么大呢 这个真的不是很见得的 我觉得真的都是要回归回 现在那个中港的关系 就有点像李隆基和他现在的老婆 就是你很难预计 你找到的那个大陆的对象 是很有钱 还可以让你回头 那么一分钟 你可能还要倒贴 就是让他回头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不是那么正当的比喻 但是我都觉得很发人心诚 虽然就是突然想起又说 因为整个新闻画面都在说 李隆基如何给大陆的女生去骗 那我觉得你预期要在这些大陆 人客身上可以拿取到经济利益 是难的 那倒不如做好一些高端的东西 譬如你米芝尼餐厅 你是不是都一定是有一堆人 是固定会光顺的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令到他们 再将敌位打得高端一点 然后在一个消费是比较贵的 但是你给的是一个更加好的体验 就是抵食甲大健 就不是香港可以有的一个优势 因为一有汇率的差异 我们就很难去做到抵食甲大健 那你只能够去打高端 那高端的就不需要多人的 高端就是需要有一堆特定的高端消费块 那其实就已经很ok了 那这一样东西是绝对比起放烟花 搞那些什么城市是更加大的效益 希望那些政策家可以想一想 未来的那条路怎么走 对了,还想吃回自然这条水 比较困难 当年2003年大陆外汇充盈 当然是介意一些大陆人来香港消费 还使有少少的外汇流失 但是现在说的是 你这个人仔都是一个下行的轨道 而且开始就没有什么外汇 就是美国人做你生意 就是你赚少了外汇 他就怎么会容许一些大量的资本流出 就是你对于大量来说 你自由限制是产本货 就是开放一些人去香港去洗人民币 或者洗外汇 以前你去外汇或者人仔充年那时 那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现在他就其实不是很想见到这个情况出现 那么就见到今次开放这两个城市 那一定是正数 但是只是形式主义 就是好像做了事的意味 多过真的有实际的作用 是,关于香港政府 怎样去run整个旅游业 或者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 可能就再跟大家讲多些相关的话题